罗象军院长向我们推显的 第一件国宝是什么 他的守护人又是谁 我们一起来揭晓 我是爱中国的历史 也喜欢中国的文物 可是你会发现 你对他了解得越多 爱得越深 就越是会心生敬畏 作为一个演员 在厚重的历史面前 要用怎样的形态 怎样的表达 中山多美气 他留下了这么几句代表性的东西 非常的让人惊叹 太精美了 这不能想象 他是怎么做出来的 做事如精神 其实这是我们需要学习的 也是我们这个民族 比较宝贵的传统 我第一次来 我现在突然觉着 对不起贺贵 我应该早早就来看这件东西 敬事如神 方显将心 我是国宝 错金银 四龙四凤 同方案座的守护人 王进松 国家宝藏 我来了 有请国宝守护人 王进松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 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 我守护的国宝是 错金银 四龙四凤 同方案座 在战国时期 齐楚燕寒 赵魏秦 争霸中原 各显神威 不过 在燕赵两国之间 有一个神秘的小国 同样是不容小觑 那就是被称为 战国第八强的中山国 而我要守护的国宝 就是出自中山国 最有作为的王 错的墓中 底座之上 四龙昂首挺立 四凤引静长鸣 不要以为这只是一件 精美之极的青铜方案 他的身上可是藏着 中山国制衡七雄的秘密 不动则已 一动天下格局大变 我是王静松 我将带您进入 错金银 四龙四凤 同方案座的 前世传奇 错金银 四龙四凤 同方案座的前世传奇 就发生在战国七雄争霸时期 公元前三百一十四年 中山与齐国伐烟大胜 此时的中山王错 野心勃勃仿佛 下一步就能拿下他的宿敌赵国 而赵国君主赵武凌王 更是来到两国边界视察 急于灭掉他的心腹之患 做梦都想将对方 除之后快的两个人 于梦中相会 展开了一番较量 称霸的关键 究竟是制衡 还是强兵 且看两国最有作为的君主 解密 战国策 武中山 复国不足百年 难战于长子 拜赵氏 北战于中山 克燕君 他日定能灭燕赵 他日定能灭燕赵 一同北方 不 应该是 一同天下 中山王好大的契魄 赵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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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赵王在边境叨扰便士 何故来到本王的梦里纠缠呢 本王还并非一人到死呢 是 是 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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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山王发言大杰道 中山在燕国掠夺的青铜 竟制成了如此美气呀 不过 看在你我两国临邦几百年的交情上 永不得不提醒一句词 乃亡国之兆也 亡国之兆 发言之前 本王曾梦见龙凤吉瑞 出苍穹 徘徊在太行山脉 久久不肯离去 这是中山的先祖和太行山神 赐予我中山国的吉兆 莫非中山王还想借此龙凤吉兆 在北方称王吗 我中山在七雄之间角逐 靠得怎么会是吉兆呢 那如此说来 这方案令有玄机咯 天下的局势结藏于此案当中 四龙四凤 缠绕交错 至少制衡苍穹 我中山便是其中一条 若赵国这条龙想动一动你中山的这只凤凰呢 好 天下若想共存 即要靠我中山制衡 无论是谁 倘若若动了中山 便是动了这天下的棋局 中山王好手段 竟利用大国矛盾施展制衡之术 将一个千圣小国治理出万圣之势 这合纵连衡不就是你们大国经常玩的把戏吗 可眼下中山这只凤凰动不得 不代表本王其他的也动不得 七国争霸 岂是你说破就破的 中山王一语点醒梦中人 若有强国称霸其雄便能打破四龙四凤的棋局 那时任凭中山再敬于制衡也恐难支撑起这苍穹吧 臭王 你怎知称霸天下的不会是我中山呢 我用没记错的话 两百年前中山不过是个山野部落 眼下也不过是个亲生小国 几百年前秦国也不过在齐山以西之地 不中山虽为山野部落 但是早就开始学习中原文化 儒学周礼 小国成大国 不过在旦夕之间 秦王迎刺一副强盗姿态 好像从不是儒家那一套吧 秦国不出一年定会大奴赵国 我说赵王啊 你不去好好地对付秦国 你何苦来为难我这个老邻居呢 怪就怪你中山非如芒刺一般插入我赵国的心脏 如若是你 你拔是宝宝 一切皆是宿命罢了 既然是宿命 我中山便认这芒刺的宿命 既是芒刺 你越是要拔 我刺的就越深 那就看雍 能否早日打破中山王制衡的棋局了 这时七国的心仇旧恨 中山王将如何应对 无其果 人才极其 兵枪马重 他日定要报背叛欺骗之仇 待无焉重整旗鼓 定要联合赵国讨教法焉之恨 左右逢源的醒国 死不足惜 中山国的美气定要略他一二 中山小国的村王与我楚河干 你要制衡 且问我秦国的士兵答不答应 赵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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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父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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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 我是紫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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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父王 您您这是怎么了 仇人在旁 林邦难亲哪 仇人 哪个仇人啊 父王 您 您到底怎么了 子茨 子茨 无论是赵国还是燕国 他们谁得了天下 第一个要灭的都是中山哪 本王知道强兵之道 可是我中山不过是个千胜小国 能在七个万圣大国之间 存在也是不易 制衡虽是缓兵之道 也是我们的生存之道 父王 什么制衡 什么强兵啊 子茨 一定要记住 哪怕是将来 有人打破了这四龙四凤的棋局 只要新的局面出现 找到新的制衡点 我中山 就可以长久地立于不败之地 中山王错去世之后 赵武陵王实施不扶齐设改革 而后欺罚中山 但中山国仍以一己之力抵抗十二年不命 公元前二百九十六年 中山国消失在历史长河中 但他顽强的生命力 却制衡了战国七雄的纵横纷争 正如史家所言 战国所以盛衰 中山若已为之属下 有关中山国的记载呢 主要建于战国册 史记 等少量文献中 直到上个世纪七十年代 中山国都城遗址和中山王族墓 在河北平山县被发现 中山国的历史才被重新唤醒 前世传奇里用四龙四凤影 于战国八强 中山之所以成为其中的一条 最主要的原因 一是他尚武善战 二是地理位置 尽可攻 退可守 三是占用大国矛盾 攫取利益 中山国最终灭国 是因为制衡得罪的很多周边国家 错死后 类政腐败 外交孤立 中山王错的墓里出土了很多精美的 错金银青铜器 说明当时中山国的商业是非常发达的 而中山国的商人 除了为中山国获取物资以外 还有一个重要的身份 他就是间谍 赵国灭中山国 首先就是控制了中山的商人 沈松好 伯利老师好 沈松啊 首先我替不太熟悉战国七雄的朋友 举手发个问 中山国它怎么就能排得上 刚才你说的第八雄呢 战国期间呢 是以战车的数量 来显示国家的实力 是的 是的 鼎盛时候的中山国 号称有战车九千胜 多次硬扛了万辆战程级别的 烟罩这样的大国 并且不落下风 就足以证明中山国 当时战斗力的强悍 靳松 你得跟我说句实话 在成为四龙四凤方案做的守护人之前 你是否就对中山国有这么般的了解 能如此的如蜀家珍吗 在这之前我对中山国的了解仅限于 一个人 一匹狼 这个故事我们很多人都知道 对吧 那么你去了河北博物院之后呢 去了以后我发现 跟我理解的这种烟罩风骨的这个印象 完全不同 它是浪漫的 它是充满了想象力的 而且多才多艺 天马行空 既有朴镯的巨大的山字形器 又有极致精细的十五连盏灯 但是最震撼我了 还是这一件东西 如此神秘的中山古国 与它余流尘世的千年美器 在今生又会有什么样的境遇呢 当时的考古发掘啊 这些个青铜器 通常有一个俗称叫 石器九修 话说在光绪年间啊 清宫的造办处 有八个巧匠手艺是最高的 人称清末的八大怪 其中有一怪 就是善于修复铜器 号称歪嘴鱼 它的弟子呢叫张泰恩 开创了以这个青铜修复为业的 这样的一个门派 实称古铜章 对 千年之后 四龙四凤同方按作 与这个古铜章门派的一对师徒相逢了 这对师徒修复了几千件国宝级真品文物 这对师徒修复了几千件国宝级真品文物 现在师父不在了 可我每次拿起工具 师父的教导总会在耳边响起 这样的招来 你处理文物的时候啊 要手垫着文物 拿到手也不要拿到文物上 提起我师父来 我真得凉颜泪汪汪的 没有师父 没有这些文物 就没有我今天的一身好手艺 掌声有请文物修复师 雷精明 方黎老师好 雷老师好 我们仨在台上啊 都穿着大褂 但是您的大褂和我们两个的不同 您这一看就是一件工作服 是的 雷老师不仅仅今天穿着专业的行头过来 他还带来了一些专业的修复工具 来看看啊 这些工具大部分都是我师父留下来的 文物出锈了 叫醒了 都是根据文物的病害 根据文物的需要 自己制作工具 我想问问您雷师父 这修复文物还敢使这呢 对啊 就是这个小厨跟了我四十多年了 四十多年了 是的 中沙国所有的青铜器文物 它都用到了 哇 别看这个小的工具啊 这是我师父留下来的 哇 留到我这儿来 我倒下再还在用 您还记得当年 就这件文物 就这件文物交到您师徒手里的时候 是个什么样子呢 你看它四分五的 矿 折叠 断 扭曲 这件文物 也是扭曲 给这个底座 龙身都分开了 这个都损坏成这个样子了 您跟您师父用什么办法把它修好 这件文物啊 嗯 应该是交给师父 师父来做 嗯 但是呢 师父 应该是信任我吧 就把这件文物交给我 说是 你来修这件文物 这样呢 我就把绣层给它去掉 还有比如说龙脚 鹿脚 嘴里边含的这堆铁舌头 都给它做好 最后呢 就剩下中间的四龙 四缝圆座 我是一点办法没有 只能就跟师父说 这种的再做呢 师父说放一放吧 放一放 可是这一放就一个多月的时间 狐狸老师啊 我在河北省博的时候 听到过最传奇的一件事情 就是雷师父跟他的老师 修复这个东西 其实只动了一刀 就完成了 说话要负责任 对 都已经这样了 一刀 怎么可能呢 您给我们讲讲 后来突然有一天中午 刚吃完饭 师父说 金铭 把那件四龙四龙那块 给我拿过来吧 我就取出来了 取出来了 取出来以后呢 师父给我看一下 用粉笔啊 就在那个位置 画了两刀 画两刀意思是给它锯开是吗 对了 用什么了 很普通的一根钢锯条 用这个小锯的头 拿到什么程度啊 你要拿到三分之二的深度 嗯 外表金银不能伤害 表皮更不能伤害 拉完以后再看 说什么了 放放吧 又放 啊 后来又过了几天了 师父说 金铭啊 咱们两个把它合一合 搬过来以后 我说那道没拿啊 那道不用拿了 不用拿了 那就合吧 好 当时就是用它 你当我的师父吧 这样 你带上吧 来 情景在线啊 来 我给围上 我跟你说 你左手使劲 往下压 对吧 压 压 压 到位 好 肚子使劲 往里脊 往里脊 好 哎呦 你看他们师徒两个人 到位 干得这么费劲 都一头大汗了 右手 右手 好的 来吧 成了 就往这个器座上上 八条龙腿啊 正好对应原来的汗点 四个脚 正好对到龙手的柱上 太神奇了 我相信 虽然雷师父现在说的时候啊 大家只能猜测到一部分 但是这个情景 深深地刻在他的脑子里了 对 操作起来 就这么一刀 修复的这个手术中 做了一个减法 有意思 其实龟雷老师 这一刀看似很轻巧啊 但是在文物修复的背后 这些个功夫远远不止这一刀 那当然 这里有一组照片啊 我在雷老师的工作室看到的 这是修复前和修复后的对比图 这是一件童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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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童符是做什么呢 就照镜子用的 这些呢 都是雷老师修好的文物 这只是一部分 就是这些历史的碎片 在雷老师他们这样的工匠的 悉心地呵护和修复下 让我们重新看到了历史 这得学多少年才有这么大的能耐 我看我还来得及一步 一般要是您缺三年的话也可以 三年也可以 就是比较勉强 其实呢 我在做这件斯隆斯峰案的时候 也是三年多一点 当时师傅跟我说 你也够年线了 该自立了吧 都缺修复人员 那到哪儿去你都去可以 我说师傅 您让我走 我说我哪舍得走啊 对吧 我就跟着您干吧 这一干 就跟了十二年了 十二年 一天一天的就这么拼 那还不什么性子都给磨平了 没错 其实呢 我小时候啊 也是一个调皮的孩子 真的是 把这个性格性全改了 就成了现在的我这样 雷精明老师在文物修复工作当中 他坚持了四十多年 经手的文物有上万件 比如说五十路的同方案 十五连盏灯 同方胡 赵玉图 山字形器 还有一件它最放不下的大宝贝 中山三器之一的铁足大铜鼎 这件文物是和斯隆斯凤一起出土的 是九鼎的首鼎 气形最大 名文最多 这个四百六十九个名文是珍贵的文字 弥补了中山国历史上的缺失 我们编排的这个故事 有很多取材于 这几个名文里面找到了一些个灵感 铁足同身大鼎 当时您花费了很多功夫吧 爷 是的 它真的是这样 铁足是世界的一个难题 应该说 我已经有五六年的时间 对它这一件文物 做了一个详细的文物保护方案 说实在的 没做完呢 退休了 退休怎么办 不放心 我不放心 关键是 师父给你的任务这是 是这样 真的是 有识讯是这么教我 你既来做这件东西 做一件文物 你要认真去做 你要干一行 爱一行 对它来说 对文物来说 对你个人来说 都是一个交代 那你每次修这个文物的时候 是不是都觉得 像师父在鞭策你 师父在看着你一样 没错 真的是这样 你做不好的话 对不起我的师父 对不起这件文物 也对不起我个人 更对不起国家 雷老师在说这番话的时候 眼里是泛着泪花的 像雷老师这代人 他们所承载的 不光是对一个国家 对一个民族 对我们的文化的传承的责任 还有一种深深的感情 就是对交给自己这个本事的师父的 一种传承和责任 从古同章派创立至今 人才辈出 修复大师们 凭着一身的绝技 修复出了一件件 中国最顶级的文物 他们要付出的汗水 可能丝毫不比这些器物的铸造者少 却几乎很少有人能记住他们的名字 他们没有什么武功秘技 只有一刀 一句 一双手 因为他们有血有肉 有情有义 才成就了中国历史上的一个修复江湖 感谢各位国宝守护人 让我们今天认识了一件一件的大美之气 认识了美气背后的修复大师 他们敬世如神 守护历史 我们也将为各位颁发国宝守护人印信 并请各位宣读 守护誓言 我是王晋松 我是雷金明 我们志愿守护 挫金银 赐龙赐赠 同方案座 守护历史 守护至美天宫 他的念环戌 放下